在我们居住的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 巨大的水体占据了71%的表面 它覆盖着地球46%的水面 将美洲、亚洲、大洋洲和南极洲紧密相连 世界上30多个独立国家分布在太平洋周围 中国也是 而被称作热带海洋的印度洋 同样也是世界航运交通要道 人间先进马尔代夫是这里著名的旅游圣地 与印度洋的热相反 北边洋的表面绝大部分却中年被海滨覆盖 它不仅是地球上唯一的白色海洋 也是世界上最浅以及最冷的大洋 我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 面向太平洋 毗邻我国大陆边缘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互相连成一片 跨越温带、亚洲带和热带 自北向南成湖状分布 是北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 因临近中国大陆又称作中国海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怀 请问这首诗中黄河入的是哪个海 小胖子伸手早了点 没有听提示音 所以本轮 那么恭喜你们 在对方的失误之下 获得了首轮答题权 来由罗楚维进行答题 好 罗楚维选择的答案是渤海 理由 我们都知道渤海的话 现在它的海水可能比较浑浊 然后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黄河 改道流向渤海 当然了 在宋朝的时候 那个时候黄河是流向黄海的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当时黄海的来源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渤海 因为黄河入海口 现在是在渤海 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像我上学的时候 我遇到的一个一道题 那会我答的不是渤海 是黄海 因为那会我的印象当中 这个黄海嘛 这之所以黄 一定是因为黄河从这儿入海 所以是黄海 现在的黄河入海口是在东营 东营的肯立县 对 其实黄海入海口呢应该讲在1946年以前改道过有1590多次 大的改道有26次就在 应该从北到南应该讲我们可以看到从天津的海河到南方的淮河以及进入长江入海 应该讲从长江到我们天津海河之间改道的次数很多 如果现在来讲在哪在渤海没错 好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B 西游奇遇队答对了 加10分 恭喜你们